陈女士和小李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小李说一直以来母亲都是她的偶像 很有远见 事业心也很强 很优秀的一个女性 早年陈女士购置了多间商铺 家底殷实 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小李 大学毕业工作优秀 不料她却嫁给了生长在农村 只有小学文化的小王 据陈女士说 婚后女婿四年没工作 还欠下百万贷款 他们四口之家再加上一个保姆 五口人 一个月两万多的胎值 到今天五年多 欠着一百多万的贷款 我就给女儿常说 我就是你们的提款机 陈女士不仅帮女儿女婿还清了贷款 还给女儿在北京买了房 可女婿并没有因此心怀感恩 反而索取更多 女婿就说 你给我们买房子 那谁还房贷呀 谁装修啊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 在丈夫去世不久 女婿就提议让她改嫁 丈夫刚死尸骨未寒 女儿说 女婿说的 让你赶紧嫁人 我心都寒了 当她走出伤痛 决定开启新生活 女婿又给了她当头一棒 我说我给王叔叔去领证 女婿杯子一摔 说不行 她是托你钱来的 这样的女婿 让陈女婿 坠坠不安 焦虑万分 对女婿这五年多的观察 我认为她是善于借刀杀人 好像一直在操纵着女儿 可小李却表示 丈夫只是性格耿直 口无遮拦 并无恶意 她说话从来不考虑 甚至在我们俩在沟通的时候 她的话也是张口就来 女儿全是保护女婿 全是庇护 调解现场 因为观察员的一句话 陈女士被彻底激怒 她即便不赚钱 她在家里的陪伴 她对女儿的权利支持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责任担当 网友这些吃饭钱哪儿来 看病钱哪儿来 孩子教育费用哪儿来 安爱是空中楼阁 那是神仙生活 不是咱们凡人 陈女士的担心不无道理 一个如此优秀的女儿 嫁给一个农村来的快递小哥 放在哪个母亲身上都难以接受 那么当初 小李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这还得从她的第一段婚姻说起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节目继续 我可能是一个恋爱脑 就特别容易被人家一块糖 就骗走那种人 18岁谈第一个男朋友 就是奔着以结婚为目的去的 我跟我前夫 只是因为感觉他对我有那么一点好吧 然后就跟他谈恋爱了 其实是属于一个未婚先孕的一个状态 我那个时候上大学开淘宝店 当时我是在中国第一批 2012年第一批人生结婚 对 我就抢先领了账 从结婚到离婚不到两年 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就很妈宝的一个人 首先他在公司上 他是隐瞒自己的收入状态的 他是在银行工作 然后他给我交来的公司条 每个月只有6800块钱 北京的6800 但实际上他年收入是22万 大概是3万这个水平 工资隐瞒了6800块钱 不够他花的 所以他的房子还房贷 就是从我这里拿钱还的 还有他就是过度的自私 像孩子生下来以后 从医院抱回来 回到家的当天他都说 说那我要出去租房住 我不能再跟你住一起了 因为孩子晚上哭会影响我睡觉 第一任女婿给我们带来 很多的压力和痛苦 她是上班族 女儿那个时候怀着孕 特别特别的辛苦 又做生意 又怀着孕 又生产 又哺乳 女婿是什么忙都绑不上 指望不上 挣钱挣得少 往家一分都没拿过 孩子不能照顾 经济上不能分担 甚至对女儿也没有陪伴 大学期间 小李未婚先孕 并领证结婚 却没有得到他憧憬的幸福 最后他跟前夫离了婚 此时的小李二十出头 带着跟前夫所生儿子 与母亲同住 开着淘宝店 小李自己也万万没想到 他接下来的人生 会跟一个快递小哥 紧密关联起来 我老公是快递公司的 一个小哥 因为当时基本上 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跟我前夫 已经闹到一个 非常僵的状态 官司都已经打了很久了 基本上没有哪个快递 说进来取件的时候 会在言语上 然后会有一些 勾勾答答的这样的 一种越界的感觉 甚至有些人 在肢体动作上也很越界 引起我很强烈的反感 但是我老公当时 就是只要是我一个人 在屋里面打包的话 他连那个门槛都不进到 然后就跟我说 如果你有需要帮忙 那喊我一声 我在外面等 如果以我妈的眼光来衡量的话 至少他在他那个阶层里面 不算是素养很低的那一种 他一开始处的关系最好 是我妈 可能拿今天来说 很难想象 因为那个时候 我在实习期间的时候 然后他去取件 跟我妈接触的是最多的 然后当时我们家卸货卸得也比较多 体力劳动比较多 当我妈需要人帮忙的时候 她会把快递车拿锁一锁 打车去帮忙也要帮的 耽误了她送件 导致她要拍件的那个费用 要发款也要帮 我可以肯定是那个时候 她没有说是对我有任何的心思 因为这个男孩本身就是这样的人 他一直到我们结婚很久以后 一直到今天 对待需要帮助的人 他始终都是那个样子的 后来的话 我妈对他艳象也不错 然后我对他艳象也不错 当时我们家还有一个 爱吃瓜的保姆 然后都比较希望说 我能跟他试一试 实际是我妈先去跟我老公讲的 说你如果不介意说 我女儿这个有个上一次婚姻的话 你们俩可以在一起 出一出试一试 我老公吓坏了 说那门不当户不对的 然后我妈说都是劳动人民 都是靠自己双手吃饭 没有什么门不当户不对 后来我老公说 那要看你女儿的意思 然后那天晚上 她给我发个信息 说你妈跟我说话 你知道了吗 我说我已经知道了 她说那一起出来吃个饭吧 我们俩是从那个时候 才开始正式地接触的 当时这个女婿 我对她的感觉 我就觉得这个孩子比较踏实 不是那种就特别毛草那种小伙子 所以我说让她上我们家先打工 先打工一年 让我观察 女儿也观察 我们一起观察这个孩子 如果行你们来恋爱 不行绝对不出去恋爱 我妈一开始跟我也说过 说你跟她在一起 你要把她就当作雇员 交到咱们家里面来 干一年 一年如果做得好的话 留下当女婿 做得不好的话 开工资走人 一开始我是答应的 但是我是那种很容易 就是人家对我好 然后我就很容易 跟着人家走的那种人 然后所以我们俩 就是接触了没多长时间 然后我们俩就正式地谈恋爱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刚刚离婚 然后我需要一个创客帖 第二个点的话呢 在我老公身上 我感受到了所有 我前夫没有给我的东西 对我的体贴也好 对我的照顾也好 包括我在外面 遇到的任何的情绪 可能在职场上 你不能发泄出来 回到家里以后 会窜起来一股无名火 它都会予以这个 接纳和包容 从来没有说 我们俩没有话说 一直到现在 就如果要是 第二天不上班的话 我们俩可以一直聊到 晚上两点三点 虽说最开始 小李把小王当作疗伤的创客帖 可相处越久 她越发现 小王就是她理想的伴侣 两人顺理常常地结婚 并有了共同的孩子 互相关心 无话不谈 小李说 她很享受这样的状态 我好像一直以来 我的快乐 都是在恋爱当中获得的 包括婚姻当中 可能是很没有良心 你看我的经济负担什么的 我捅出来的大窟窿 都是让我妈去填的 一边是为她负重前行的母亲 一边是她想要 携手一生的爱人 小李不忍任何一方受伤 面对目前的棘手状况 小李也很迷茫 到底小王是怎样一个人 她值得小李托付终身吗 我们现场拨通了小王的电话 喂 你好 小王你好 我们聊一下 先说一下 就是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生活打算是什么样的 孩子们觉得 我肯定就得出去找工作了 如果能找着一个 差不多点工作 我肯定得一直干一些 会努力去做的 那肯定 赵母娘这边替你们承担了 挺大一部分的债务问题 因为我现在这个 没有那么大能力 我妈先帮我们 我肯定是挺感激 不可能说她老了 我们俩不管她 对不对 还是让时间说话 就是我媳妇吧 她以前毕竟是有钱 可能有点这个习惯 但是最近这一年多两年 基本上除了孩子用的 必需品 她自己衣服鞋什么的 基本上就不买了 本来现在挣的就不多 完了能不花的就不花 你们两人的夫妻关系 在你心里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一直都挺好的呀 我有错她说我 她有错我说她 虽然说结婚了四五年了吧 有时候她第二天不上班 晚上过来也能一聊聊 那你跟她妈妈呢 矛盾挺多的 我妈这人吧 可能有她的想法 就是我现在说啥吧 她都不怎么太信 就包括给孩子上课的事 她写了一张表嘛 孩子每天几点有课 每天早晨起来 我就订个闹钟 我就怕自己忘了 就即使是这样 我妈每节课都得提醒我 两三遍 所以我现在说啥话 她也可能不太信 只能说以前太不懂事 以后尽量做得让你满意点 那有几件事情 你现场跟丈母娘沟通一下 因为可能在她心里 没有放下来 觉得挺难受的 可以那您说 这个买房的事情 因为丈母娘觉得 她真的是一片好心 然后你当时说 为什么要买房 这个房贷谁来还呢 这个具体我记不太清了 我记得买房 那时候我应该是 那时候骨折了没上班 我一直是稍微缓缓地买 就是那时候可能太不懂事了 那时候还年轻点 本来家里边就有好多事 我媳妇怀孕 身体也不是太好 老出血 反正就挺烦的 可能我妈说几句吧 我就感觉傻了 就是来火了 还有最后一件 妈妈找现在这个叔叔的时候 或者你结婚证的时候 你是说了一些不太好听的 或者他不太能接受的话 你记得吗 这个我记不太清了 反正我当时跟我媳妇说的是 我说才认识时间不太长 去结婚好像不太合适 我一直在等等看看 比如说 我是希望妈妈 她这一次婚姻能够更幸福 看人能够看得更清楚 避免将来 就这意思 就这意思 但是你不是像我这么表达的 对 可能我说的有点瞎瞎 不太注意时机 不太注意对象 就脱口而出 表达你的情绪 确实是以前确实是这样 但是现在 我自己认为会改了不少 谢谢小王 不可以 好 再见 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 这些话我都听多了 我认为是冠冕堂皇 没有实际行动 我到现在没有看到 真正的行动 你没有信心是吗 很渺茫 对于曾经的口无遮拦 小王说 自己当时年轻不懂事 今后会用改变和行动 让丈母娘满意 即便如此 陈女士对女婿 依然没有信心 见此情景 小李主动替丈夫解围 我从小我妈就跟我说了 你要找一个男的的话 就最好连门当户队都不要 最好是能够下嫁 只有下嫁 你才能牢牢地把控住这个婚姻 小李直言 她跟丈夫的结合 正如母亲期望地下嫁 她也牢牢掌控着婚姻的主动权 她不明白 为什么母亲还不满意 思来想去 小李认为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母亲跟父亲之间的 特殊结合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 金牌调解 节目继续 因为我妈跟我爸的婚姻 就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特殊的 我妈呢 是牺牲了 37岁的年龄差 嫁给了一个 可能从出生到许丽 都远高于她的一个男人 就是我父亲 在当时的话 我妈妈很年轻 我妈妈比我爸小 37岁 但我妈在当时又漂亮 又年轻 又聪明 有头脑 会做生意 我很敬佩我妈 在我小的时候 可以用得上崇拜这个词 虽然说学历并不是很高 但是她对学习的意愿 和对学习的这种追求 明白 是很多到今天城市的孩子 都比不了的 爸爸是出身就非常的好 当然学历也很高 在学术界也是可以 有个头脸的那么一个人物 然后人品啊 然后包括她的这个性格 都是OK的一个男人 由于她和我爸之间的矛盾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 对我爸是有一些意见的 我觉得她在欺负人 但是我没有那个能力去想 就是为什么 今天我想的话 其实我爸是自卑的 他的很多过激的反应 是在维护他自己的那个尊严 但是他维护他自己尊严的方式 是去践踏我妈妈的尊严 然后我小的时候 整个童年历程 还是比较痛苦的 像我小时候经常 睡睡觉觉 然后哭着就坐起来 我梦到我爸又把我妈给打了 会梦到这样的梦境 包括到了初中 到了高中 有的时候都会害怕 突然间广播时喇叭会响起来 说叫你回家 你家里又发生什么事了 会有这样的害怕 所以当我妈跟我说 说你找配偶的时候 不要去高盘 千万不要去高盘 你明白他在说什么 对 我明白他在说什么 包括我曾经就是 认识过一个男生 可能真的能谈得 像是门当户对 但我妈对那一个男生 是很反对的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家 就是可能在另外一个方面 他们家的长处 高于我们家那个短板了 对 然后我妈害怕 我会受欺负 所以这种下架的心理 可以下架 下架是OK的 他重在我脑袋里面 我是这么教育他的 我说找丈夫不能高盘 比如地狱咱们不限 他是不是北京人 无所谓 学历不限 我认为这个学历 只是一个精神的东西 内在的内涵 一个人的内涵 是很重要的 家境无所谓 他家有没有房子 无所谓 在我跟我丈夫相处 过程当中 我妈心态产生了变化 这两年 他反而是以这个 一个男人的经济力量有多 实力有多强劲来衡量了 已经不是下架的概念 而是应该 你应该是被丈夫带领的 对对对对 他现在比较希望 我处于幕后 我妈对我有一种盲目的自信 我觉得你哪里都很好 虽然说你有两个孩子 但你各方面能力强 你完全可以 比如说你牺牲一个 十岁左右的年龄差 然后可能对方也有个孩子 但是他挣得多 你让他处理挣钱 然后你在家里面 你可以带三个孩子 我觉得你可以带得很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太理想化了 一个是我不愿意冒这个险 另外一个 我也从情感上来说 我目前没有做好 跟我老公去进行一个 割舍的准备 明白 小李说 母亲从最初支持她嫁给小王 到如今因为小王挣钱少 劝她离婚 是母亲对女婿的标准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于这一点 陈女士并未否认 她说 这跟自己的婚姻经历 有直接关系 当年 她二十岁情斗初开 便嫁给了年近六十岁的丈夫 女儿四岁时 丈夫开始被疾病缠身 当时的陈女士虽然年轻 身体却一直不太好 那个时候我每天都担心 要是我们俩都不在 女儿怎么生活 怎么生存 一边是年老体衰的丈夫 一边是年幼的女儿 陈女士拼见了权力 让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 可唯独有一点 陈女士忽视了 这一点也成为了陈女士 终身的遗憾 我从小长到大 我妈给我的教育是 女人要 不能比男生差 在我整个的 她对我的教育过程当中 就是一直是 以一个男生的标准 去要求我 比如说我不能拥有一个娃娃 我能把她只有这个刀啊 枪啊 这些男孩子玩给的东西 车这些可以 娃娃不行 只有女孩子 才玩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从上初中开始 我觉得我展现给我妈都是 我是一个不开心的状态 因为上初中的时候 我的成绩也比较好 然后又比别人小 遭受过很多年的校园霸凌 她的成长经历吧 很特殊 她们又直接上小学 她从小聪明耗学 九岁就上了六年级 就因为她学习很优秀 她比同班的同学 小两到三岁 老师总是表扬她 特别是到了初中以后 她总是考年级第一 在这种情况下 老师总是表扬她 就引起同学一些不开心 从那以后 她就开始抑郁焦虑 我觉得也是我 对她错误的教育造成的吧 我总是希望她坚强 我忘了她本质是个女孩了 我就希望她坚强 我想一个女人 自己能养活自己 一旦结了婚有了孩子 当这个丈夫不满你意 让你痛苦的时候 能离得起婚 能自己养得起孩子 三十年坎坷的婚姻 造就了陈女士 坚强独立的性格 她也把同样的信念 传递给了女儿 她渴望女儿独立 不依靠任何人 宁愿下嫁 也不可高攀 可当女儿像她一样 独当一面时 陈女士又无比心疼 她期待 有人能替女儿分担 可是女婿 似乎什么也指望不上 那么小李接下来的路 到底该怎样走 母女俩之间的关系 又该如何改善 听到小李说 从小父母把你当 男孩子一样教育 希望你能够坚强 经济独立 精神独立 你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很有同感 就如果当我自己 什么都不需要 我一个人可以决定一切 我一个人可以 做一切选择的时候 那我脆弱的时候 有没有人能够 让我靠一靠呢 他非常缺这个 他一直以来都缺 他从小的生活环境也好 教育环境也好 在学校面临的环境也好 哪怕他只要找到一点点 让他可以依靠的地方 他都会义无反顾地 往那里奔 为什么这个男人 经济上不能为你分担 扛不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你还要这么傻乎乎地 一直跟他在一块呢 因为你一直把你女儿 往一个方向上去塑造 他缺了另外一个方向的东西 他现在能够在他的丈夫身上 找到这些方面的东西 弥补他的缺憾 弥补他所需要的爱 以至于他变成他说的 他就是个恋爱脑 因为他但凡遇到一个 对他好的 能够给他温暖和包容的 能够对他贴心的 安慰的 他就会忽略他一切 别的地方的缺点 他不需要他的丈夫 能够为他顶起一片天 因为他自己已经被他妈妈 塑造成了一片天了 他自己可以顶起来了 你们今天来啊 我觉得真的 其实让我看到是一个 很有爱的一个状态 虽然你们告诉我 你们经常争吵 经常争吵 但是你们俩 对于对方的心疼和爱 非常浓厚 非常非常浓厚 你在他眼里永远是一个宝 他希望的是 你能够有可进可退的能力 但他不希望 你真的成为一个男人 扛下一个家 因为他觉得你太爱苦了 对 如果你觉得 和丈夫之间的相处 是符合你对一个 丈夫的要求的 只是在生活的质量上 和对于孩子的保障上 你们确实还做得远远不够 所以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你现在要做的是 一定要如何让你妈妈 能够放下这个心 这个是你 你必须要做的代表 其实我觉得 你们夫妻两个人 经营的感情上 还是很好的 但是我会给到 你和你丈夫一个建议 因为我刚刚听到了 你的丈夫说到 接下来找事情做 先有什么做什么 不挑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不会眼高手低 他能够比较务实 但是 我们怎么才能 慢慢地往上走呢 可能你丈夫 各方面的限制 但是我觉得你是 有这个思维的 就是帮他做一个 职业生涯规划 妈妈这里呢 我也稍微要聊一下 您是一个很伟大的母亲 这点没有人会去怀疑 但是客观地说 我的行为和我的初衷 是背道而驰 比如说 我们刚刚还想着 做好了一个职业生涯规划 刚刚好做好了一些 接下来未来的一个打算 母亲一盆冷水浇过来 他就那样 他改不了的 直接一个标签 怼上来 这小两口 毕竟还是年轻人 难道指望他们 像四五十岁的人一样 有很成熟的心态 笑对着母亲的 这种质疑和否定 完全不当一回事 那对他们来说 要求的又太高了 女儿和前夫的孩子 最起码到目前为止 你们这么多矛盾下来 我没有听到一件事情说 这个女婿 对这个跟自己 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存在什么问题 就凭这一点 起码我们又可以看得出 这个男人 心地还是很善良的 我们要肯定他内心的 这份善良 我想这个孩子 和这个所谓的继父 也相处的 有这么长时间 是有一定的 融洽关系的 对 这个我认可 我也不是光是 为我老公掉的眼泪 我也是为我自己 掉的眼泪 他评价我和我老公 对孩子的付出 一般都是用 有没有出钱 和有没有出力 来衡量的 当着孩子的面 也会这么去说 你不配做一个母亲 你也不配做一个父亲 就是一直以来 我妈对我们的评价 所以我才会 比较失控刚才 所以回过头来 归根结底 还是一句话 你们自己在经济上 独立起来 胜过千言万语 是的 在女儿从小到大的 成长过程当中 你让她在低龄段 就接受了高年龄段的 一个教育 比如说 她几乎没有经历小学 她九岁就进了六年级 看似是一件 挺荣耀的事情 因为孩子 似乎是个神童 然而你却忽略了 在适龄阶段 去和同龄的孩子一起 不光学到的是知识 她还有心智的需求 对 孩子在校园遭遇了校园霸凌 我真的非常心疼你的女儿 她在幼小的那个阶段 所承受到的压力 是我们成人无法想象的 对 你非常深爱女儿 你也心疼女儿 你不忍心责怪她 于是你会本能地 下意识地迁怒给了 那个男人 就是你的女婿 她的丈夫 她可能能力不强 地位也不高 但只要妻子跟她说了 她就去改 所以那一刻 我看到了女儿 难得扬起地笑脸 告诉我们说 这样的一段 夫妻关系 夫妻感情 我是看好的 我们不讲道理 我们讲事实 这个家 小两口 总的来说 感情不算很差呀 你是他们身后的大树 然后有几个孩子 总的来说 如果相处得好 很开心的 对 大家都认为 其实你是一个很尽致 对家庭负责 对孩子负责的母亲 这点没有错的 但是有三个关键词 第一 主动和被动 你对孩子们的照顾 大部分是主动的 那其实这个 严重违反一个原则 那就是亲自关系里面 边界法则 我认为一个好的父母 应该是强大的后援 而不是强烈的干扰 对 第二个关键词叫 直接和间接 从小到大 你带给他的这个教育 直接上来说是爱他 间接上 他想逃离这个家 所以才会冲向 任何一个 有点温度的怀抱 对 给他带来的间接压力 恐怕是你不知道 这就好像一个好心的老虎 天天把我搂去一起睡觉 他想暖和我 他就不知道 我每天晚上在发抖 他以为我还在感动 是这个意思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愿意承担孩子的教育开支 只是母亲的标准定得太高 让他们望而去步 从去年三月开始 不到一年的功夫 他给我们家老大光要抱负导班 就花了整整十五万 然后这个是我 我觉得是绝大多数的 工薪阶层承担不了的 一个十五万的俩可只有三十万 你两个人一年得挣多少钱呀 然后你像像到今年了 我们搬走 然后我们又一次 把两个孩子都带走了 想着是自己照顾 然后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 我妈就为了这个 还拉黑过我一次 你必须按照我的这个表情来 对 而且帽子扣得非常的大 如果你做不到 给孩子提供这样的教育 那你就是不适合做母亲的人 那你丈夫就不配做这个父亲 但是如果你们俩 完全独立地带两个孩子的话 你妈妈可以做到完全不差什么 在对小家庭的经济付出上 陈女士告诉徐晨刚 她也意识到了不妥 我觉得我可能给女儿的爱太满了 满了就义 就产生了副作 这个胡老师说的特别到位 手不要伸太长 你需要我援助的时候 我援助 我不能上杆着 但是我有时候控制不住 自己对女儿的担忧 你现在过去 她不管挖了多大的窟窿 我能帮她慢慢地扛 未来两个孩子 一年比一年大 你说搁到我那 我帮你看管没问题 她怎么一个孩子 也得给我两千块钱 她有颗感恩的心 我不是义务 对 你看女儿自己 都能转这两万以上 女婿怎么 她不挣五千块钱 陈女士愿意 适当帮扶小家庭 前提是 女婿必须得工作 小李说 丈夫最近已经在找工作了 而她也在用实际行动 减轻母亲的压力 就我的思路也是这样的 减少她的付出 减少她的付出的话 我能想到最便捷的方法 就是多赚钱 然后我第一个月的时候 就赚了两万两千块钱 但是很辛苦赚了 然后我就真的就特别开心地 给我妈打电话 然后我妈说 首先你辛苦了 你肯定是一个特别能干的孩子 这一点我是很认可的 因为你像我 我就特别地棒 然后呢 转 但是 对 但是 就是第二句 你想没想过啊 你天天这么叫 那你什么时间能陪孩子 然后你什么时候能 去提升你自己 什么时候能 做一些休息啊 旅游啊 这些事情 你要反正去考虑 你的母亲 不希望看到这样 所以说 要求自己是对的 但是呢 你要让你的账户 可以去同步的 是的 就是主要是我妈 用词用的太难听了 像她让我老公去辞职 然后做这个家长 那我老公不愿意 不愿意的话 那你就是无能 那你就是垃圾废物 这也导致我老公 跟她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话都不说 她在帮你们还这个债 她在帮你们养这个孩子 这个过度付出 她就要求要 同等价值的回报 正如于慧所言 付出越多 陈女士对女婿的 期望值也越高 她希望女婿 能有份收入 稳定的工作的同时 也希望女婿 能帮着分担家务 我说我身体特别不好 以后这个家务会 能不能咱们分分工 做饭就让女婿做 我说我这个老公的饭 我做 厨房的卫生有她搞 因为那时候 女儿上班也挺忙 女婿记了个什么话 让我很震惊的一句话 说是那不行 厨房卫生对王叔叔 我们俩一起搞 接着就说 那卧室你女儿得干 我说那时候 跟我没宽血 你们俩的卧室 谁愿干谁干 陈女士甚至觉得 女婿的自私 潜移默化地 影响了女儿 从认识这个男友 每年五一十一 长假 都是回滩城的 从来没陪过爸妈 当他爸爸还健在的时候 我给女儿就说 我说你爸 你想八十多岁了 陪陪爸爸吧 爸爸活了今天没明天 女儿不以为人 从来都没陪过 追忆起过往的种种 陈女士很失落 于慧觉得 陈女士的失落 源自于对未来的恐慌 从我们做女儿的 我们要去想一想 因为她们越老 她们就会越害怕 越担心 所以平常的言语当中 平常的跟她之间的交流 不要那么多容易争吵 她要真想吵 忍一忍 一个是你自己的身体也不好 第二个是她身体更不好 对不对 尤其她年纪还大了 少气恋她 少气恋她心里舒服了 也就没有那么多怨气 余慧的话 让小李颇为触动 她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经过密室调节 母女俩能否彻底敞开心扉 重新靠近彼此 对于接下来的生活 她们又是如何打算的呢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现在密室已经结束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看一下母女二人 现在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我先说吧 以后女儿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 就直接了当说 我会尽力去帮助她 其他的事我不顾问 希望女儿 也不要给自己留些遗憾 小李呢 我从来都没有像我妈 刚开始的时候说的那样恨她 我并不恨她 她是我最爱的家人 如果说有一些负面情绪的话 可能那个东西叫害怕 你应该来那个比喻 我可能能记一辈子 有一只老虎 小的老虎就会睡觉 我就是挺害怕的 今天开始妈妈不是老虎了 这是保持距离吧 再好的爱都是需要距离的 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 无骨 经受了爸爸妈妈看不到的压力的话 她今后的路走得很难 她该经历的没经历 该体会的没体会 该发现的没发现 所以只好把这个过程 移到婚姻里面 但是婚姻里面 它是一种情感关系 而不像血缘关系一样 可以去包容 所以带来的撕裂 特别直接 特别痛 即使是这样 我也想跟小李说 就是只要我们是在追寻幸福 只要我们坦诚相待 每一个人都有权力 把握幸福 你越害怕 你就会发现 幸福离你很远 你只有更坦荡 你才能够发现 这个婚姻是你要的 还是不要的 妈妈 我爱你 爱我是藏在心里的 我不会说出来 调解最后 母女俩紧紧相拥 女儿一句 妈妈我爱你 融化了陈女士的心 来自北京的优秀女孩 嫁给农村的快递小哥 这样的爱情 或许很难让大多数人接受 但听完母女俩的故事 我们对小李和小王之间的爱情 也多了一份理解 不管小李当初的选择 是不是正确和明智 但至少 他敢爱的勇气 令人佩服 而经过长达 六个多小时的调解 母亲陈女士 终于化解了 对女儿女婿的误解 也对他们的婚姻 多了一份宽容 在这里 祝福这个 有些传奇精密的家庭 能够最终找到 他的幸福方向